会跑步的鱼究竟是什么鱼 我们这就是叫在跑步级上养鱼 草鱼未先究竟能做啥美食 我们今天拿来的草鱼做一点吃不到鱼翅的菜 大闸蟹肉满黄肥为何变身小娇气 它活力不是太足现在 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又能做出啥美味 溯源食物产地解锁美食密码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餐桌美食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秘密 那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清凉好风味轻松过福天 现在天一热人多多少少会有些食欲不振 这会来点鲜味美食再好不过了 海鲜和鲜都是不错的选择 最近我们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种鱼 据说在健身圈混得风生水起 被称为跑步鱼 说这种鱼吃起来肉质紧实弹嫩 不过这鱼爱跑步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这个季节竟然还有一种又肥又鲜的大闸蟹 我记得大闸蟹不是要等到中秋节前后才好吃吗 这个时候的蟹真的能任务满黄肥吗 有点怀疑 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素颜小分队去一探究竟吧 无论何时何迹 美味的出现都会让人惊喜 而在酷暑天里 来点水中的鲜美 不是为一种享受 草鱼 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鱼类 将草鱼切花刀 切好后还要在表面裹上鸡蛋和淀粉 抓拌均匀 下锅油炸至金黄色 捞出粒油 无需反复炸制 这样可以保证鱼肉鲜嫩的口感 接下来大火将番茄酱 糖 醋等调好的酱汁烧开 趁热淋到鱼上 外焦里嫩的松子鱼便可出锅 不过在湖南省长沙市的铜关街道 当地人却将草鱼称为跑步鱼 这鱼到底怎么跑步呢 跑步鱼的背后又藏着啥门道呢 我们来到了铜关街道 开启本次祖园 草鱼究竟如何跑步 跑步鱼到底有啥不同 它劲儿特别大 铜关街道位于湘江东岸 依山傍水 当地人也依水而居 因为湘江水产资源丰富 所以很多人 世代以捕鱼 养鱼 饭鱼为生 根据地址 我们来到了一家跑步鱼的养殖基地 这会儿 他们正抬着一个东西 往鱼塘边走去 您抬着这个是干嘛去啊 捕鱼 用它来捕鱼 对对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不锈钢的这个大铁门一样 那您人呢 捕鱼的人呢 就是我们几个人的两个 我们见过不少的捕鱼方式 这个像是防盗窗的工具 还是头一次看到 有没有鱼网 究竟是如何捕捞跑步鱼的呢 我们跟着一起来到了鱼塘边 只见鱼正强几个人 将这个奇怪的捕鱼工具竖着放着 然后把底下的两个脚 分别系上了一根绳子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难不成是要用这个大家伙 充当鱼网用来捕捞吗 刷好之后 一正强几人准备把它放到水中 可是我们越看越奇怪 不是捕捞吗 为啥要把这个工具竖着放到水中 这样怎么捞鱼呢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 就是拿着这个来干鱼的网走 往前面走 就用绳子慢慢地往这赶 对 那这个呢 这个是扶着这个拉完的 这个东西不倒 那我能帮您干什么活 我来 你干不了 我干不了 对 您教我一个任务 我来试试 你就拉什么呢 我拉绳 对 然后我就时间往那边拉就行 是吧 对 好嘞 就是时间赚了 对 原来这个像是防导窗的工具 是用来赶鱼的 它的尺寸是按照鱼塘的比例来做的 将它放入水流较大的上游之后 两个人慢慢向前拉 被拦截的鱼群 只好被赶到下游的位置 平常我们这个用鱼网捞鱼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鱼竅 这里面 还要往前面拉 一百多斤鱼 那不止的 一次就能捞上那么多 是的 这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一点都没有显示有这么多鱼啊 那有的 在后面的还在 接下来 该用鱼网捕捞了吧 可此时的鱼正强 又不紧不慢地回到了厂里 开始鼓到一个遥控器 只见一个巨大的铁箱 慢慢移出了厂房 原来 这遥控器控制的 正是这个大家伙 巨大的铁箱经由轨道 停在了我们刚刚 拦截鱼群的鱼塘之后 开始慢慢地没入水中 这个竟然是用来捕捞跑步鱼的工具 随着不断地下放 我们也也可以看到 有鱼在跳动 这一网 真的可以收获上百斤的跑步鱼吗 跑步鱼被打捞上来了 鱼群不断地拍打铁箱 溅起了无数的水花 我们此时也没有办法靠近 看不清这跑步鱼 究竟有什么特别 只能默默等着鱼正强 将它们带回厂房 鱼箱拉着跑步鱼满载而归 之后还要放进分茧箱进行分茧 别看这个鱼窝 别看这个鱼特别小 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草鱼 但是它劲儿特别大 我这样子就是使劲地摁住它了 而且还戴了手套 但是它就是特别地活泼 而且特别有劲儿 近距离观察跑步鱼 我们发现 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草鱼吗 除了力气大 比较活跃一些 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啊 它和其他的草鱼比 究竟能有多大区别呢 鱼正强告诉我们 这活跃力气大 正是跑步鱼的特点 因为这些特点 才能直观比较出 它们与其他草鱼的差别来 我们从市场买回一条草鱼 又在刚刚捕捞上来的跑步鱼中 挑了一条重量几乎相同的 进行比较 市场商买回来的草鱼 看起来肚子较大 身材臃肿 比较肥胖 而跑步鱼看起来 明显肚子较小 线条流畅 身材更好 那肉质相比的话 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将两条鱼一起下锅蒸 蒸熟之后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 跑步鱼会更加完整一些 而市场上的草鱼 此时皮肉有些占开 用筷子夹取的鱼肉 也相对较散 而跑步鱼的鱼肉 会更加紧实一些 相比下来 跑步鱼身材好 体型流畅 肉质更加紧实弹嫩 我们更加好奇了 同样养在鱼塘里 为啥跑步鱼 会和其他的草鱼 有如此差别呢 另外 跑步鱼究竟是怎么跑步的呢 这件鱼整墙来到鱼池的一侧 这里有一排阀门 他将这些阀门挨个掰了一下 这些阀门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是调节这个水流 也是控制鱼的这个作息时间的 鱼还有自己的作息时间 是的 我们没听错吧 跑步鱼还有作息时间 而且只是通过掰这些阀门 就能调整它们的作息 就能调整它们的作息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又发现 这个阀门原来是控制小鱼塘里的水流的 之前没有察觉到 这小鱼塘里原来一直有流水 拧阀门之前 鱼塘里的水流相对较小 拧过阀门之后 水流便开始增大 难道这水流和跑步鱼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调节作息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温王飼料以后 或者是几个小时 水流要滑满一点 在温时以后 就水流要加大一点 它温王飼料要冷冻起来 要跑起来 难道说 坚持饭后运动 有足够的运动量 这就是跑步鱼的由来 可是这运动又和水流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为什么叫这个跑步鱼呢 我们这就是叫 在跑步鱼上养鱼 因为鱼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是喜欢斗水生长 它不断地在跑步 于正强所说的跑步鱼 其实就是鱼塘内的循环流水 草鱼喜欢逆流而上 所以它们经常待在 有流水的地方 根据这个习性 鱼正强给每个小鱼塘 增加了流水循环系统 跑步鱼便在水流推力下 不断运动 就像在跑步机上锻炼 跑步鱼肉质紧实弹嫩 是很多当地人的餐桌首选 不过 它们今天用跑步鱼 做的这个美食 有点特别 我们今天拿着炒鱼 做一点吃不到鱼刺的菜 一点都吃不到吗 一点都吃不到 这怎么可能呢 大伙都知道 这炒鱼刺可不算少 这怎么能做出一道 完全没有刺的菜呢 原来周大厨是准备做鱼丸 可是草鱼按理说 也有很多的小刺 即使剁碎 也很难完全剔除 此时我们的编导 也越越越湿了 不行 不是 要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先斜刀 先这样 后再这样 咱们又要从头多到尾 还要分花刀 怎么还那么复杂呢 周大厨说 把鱼肉剁好 就知道答案了 现在就是 很多的这个小刺 都在这个鱼皮上面了 对 剁成糜的鱼肉 再捏成丸子状之后 便可以等待下锅了 此时 周大厨又将老坛酸菜 拿出来剁碎 下油锅炒出香味之后 再加水煮开 最后放入鱼丸 一道响起扑鼻的老坛酸菜鱼丸汤 便可出锅了 吃饭了 吃饭了 灯筷子 美味上桌 大家一同品尝 共享食物带来的喜悦 着实是一种享受 说起水中鲜 还有一种美食不容错过 那便是螃蟹 想要品尝大炸蟹的鲜美味道 最好的食用方法便是清蒸 将螃蟹放入蒸箱 仅需15分钟 一道蟹香浓郁的清蒸大炸蟹 便可走上餐桌 过程虽减 却以最大程度 保留了螃蟹鲜甜口感 但螃蟹虽然好吃 却也是种季节限定美食 只有在农历90月份 我们才能吃到 肉满黄肥的螃蟹 可最近 探寻小分队 在这炎热的福田里 发现了一种 正在售卖的大炸蟹 商家称 这种大炸蟹 也是蟹肉饱满 蟹黄充足 这真的可能吗 我们发现 这些大炸蟹 就来自阳城湖 为了揭开大炸蟹 提前上市的秘密 我们从北京出发 去往江苏省长熟市 一探究竟 威武蟹将军 为何变了身 娇气的他 还能肉满黄肥吗 他的活力不是太足 阳城湖水产资源丰富 这里极佛圣名的 就是大炸蟹 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 养殖大炸蟹的负责人 赵凌阳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 阳城湖省域 这个下面其实都是大炸蟹 可能这样看不出 像这个的话 我们就要用我们这个 补蟹神器 地龙 把它放到那个 就湖底之后 然后它自然而然 蟹就会钻进来 然后最后我们收 这个地龙就行了 螃蟹的八只脚 伸展在身体两侧 而这八只脚 只能向下弯曲 模样极为有趣 所以将地龙沉底 也方便螃蟹进入地龙 便于捕捞 此时并不是 大规模捕蟹的季节 螃蟹能乖乖入龙吗 一定是把它 彻底延展开之后 你才能放下一层 就是要一定 在水面里给它拖平了 对对对 你这样它蟹 才能有足够空间 往上爬嘛 它最后爬到 最后就爬到这 这个笼子 就最后一个笼子 地龙的每一层 都有一个外宽内窄的入口 螃蟹爬入后 只能继续向前 无法退回水中 这一趟捕捞 能否找到肥美的大闸蟹呢 等待一段时间后 我们再次来到湖面上 真的有螃蟹 看 真的有 都爬到头上来了 它就一层一层 这样爬出来的 这边口大 这边口小 它蟹就一路这样爬 爬到最上头来 它就出不去了 爬上来 它好像下不去 这儿挡着呢 对对对 来 我们把它放出来看一下 由于地龙 放置的时间较短 捕上来的大闸蟹 并不怎么多 可就在赵大哥 把这些大闸蟹 倒出来后 我们却发现了 新的问题 我能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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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这么抓 像这样是最好 正常要怎么抓 我这样抓也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不会被咬 我特别怕它夹我 但不过 你看这个螃蟹 就是 它不像我们印象中 那个大闸蟹 那个活力那么旺盛 就是它大钳子挥舞着 就感觉它 没有想象中那么活跃 我现在动它这个蟹钳子 都没有什么事 大闸蟹讲究的是 青壳白肚 金爪黄毛 个头大 活力足 将它放在地上后 爬行速度很快 好的大闸蟹看起来 就很微无有力 甚至有人说 能打架的大闸蟹 才是好螃蟹 可再看看 我们捞上来的 这些大闸蟹 不仅个头小 蟹钳绒毛 也十分稀少 活力也不这么足 都说 判断大闸蟹 是否优质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它们的白肚朝上 能够迅速翻过来 则是优质的大闸蟹 我们也按此方法 进行验证 看看 究竟会发生什么 你看 就翻得就很慢 感觉 这个怎么不翻了 这些大闸蟹 无论是外部形态 还是活力程度 都和我们印象中 有很大的差别 它现在就是说 比较娇气 它活力不是太足 现在 这样的大闸蟹 真的能肉满黄肥吗 赵大哥告诉我们 关于大闸蟹背后的秘密 还需要等天黑之后 才能揭晓 等到夜幕降临 赵大哥带我们来到了 另一片蟹塘 夜里的蟹塘光线碎暗 却一改白天的平静风格 师傅正在蟹塘里走来走去 十分忙碌 这里的蟹塘会有什么不同呢 此时蟹塘里的大闸蟹 蟹塘十分活跃 一个个爬出水面 在黑暗中 探索不一样的精彩 旁边的围网处 大闸蟹们正在觅食休息 看起来十分惬意 因为蟹它行 然后它白天的时候 因为水温太高 它不愿意往外 那就是说爬出来嘛 然后晚上的话 它才会就是说 一只一只就爬出来嘛 因为大闸蟹的这一席性 所以补蟹工作 一般也是在晚上进行 经验老大的补蟹师傅 正快速地拉出蟹笼 满满的大闸蟹 也陆续浮出水面 可就在我们 往外拉地笼时却发现 这儿的大闸蟹看起来 也不怎么活跃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就是 没有成熟的大闸蟹嘛 就也叫童子蟹 原来这些都是 年幼时的大闸蟹 因为没有长成 所以绒毛稀少 活力也不如成年蟹 可是为什么 还没成年的螃蟹 就要捕捞了呢 像我们放养的时候 大概一亩放到 是一千两百个左右嘛 然后等到真正上市之前的话 我们要把它的密度 降到八百到一千个左右 所以有一部分是富裕的 为保护生态环境 阳城湖大闸蟹分为湖区养殖的大闸蟹和高标准吃糖改造养殖的大闸蟹 我们白天在湖区见到的大闸蟹为定额头发 在数量上没有多余的 现在所在的糖区则会多投放一些 那这么说 我们现在吃到的大闸蟹就是多余的螃蟹 难道是品质不好淘汰了 仔细观察这些提前捞出来的小螃蟹 我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我发现这螃蟹的壳已经裂了 这全都裂了 这螃蟹是坏了吗 没有 这就是童子蟹最大的秘密 也是它最鲜美的时候 一个外壳都破裂的大闸蟹 怎么还鲜美呢 这只大闸蟹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它是一个双壳的 两层壳 对 来 我掰开了 你看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壳 看到没 这个很软的 这个 这外面是一层壳 好软 里面是一层软壳 通过不断地退壳 会越来越大 其实就像人在长大 你需要换衣服 其实它这就是它一层衣服 大闸蟹从蟹苗投放入蟹糖的那一刻开始散起 直到最终长成 需要退五到七次的壳 每次退壳时 它内层的软壳长成厚 外层的硬壳就会脱落 而在这个阶段 它们就是双壳蟹 可为什么双壳蟹 却成了大闸蟹十分肥美的秘密呢 这个蟹的话 外面是第三层 里面这是第四层 然后它里面肉和黄已经挺满的了 所以它慢慢地就是说 这个阶段是已经可以上到我们餐桌上 它是农历六月份 咱们就吃它就是说 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叫六月黄吧 大闸蟹在经过第三次退壳后 杏腺开始发育 就有了满满的蟹黄 但因为这个阶段的大闸蟹 还没有完全长成 因此它的个头略小 也比较娇弱 但内里却是肉满黄肥 十分美味 不过对于六月黄来说 当地人的吃法也有些不同 六月黄它是在大闸蟹 还没有长成的时候 它已经有黄了 它可能会有一点胃苦 六月黄的口感更为特殊 在江浙地区 更有盲归盲 勿望六月黄的俗语 不过 想要吃好六月黄 当地人对它的食用方法 却另有一番理解 面脱鞋 看似寻常 内里皆是乾坤 这种流传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 一改常规的食卸方法 随时另辟蹊径 却备受食客好评 六月黄以切为二 保留蟹壳的同时 又将蟹肉的部分露出 让蟹的香味 以另一种形式释放 生粉是面脱蟹所先的关键 截面与生粉接触时 量的把控极为关键 在防止蟹黄流出的同时 又要保证生粉不能太多 以免影响蟹的口感 将其迅速放入油锅中煎制 放入葱姜提鲜驱寒 酱油食盐调味 加水至刚好没过蟹身 在等待的过程中 徐师傅并不得闲 面粉 鸡蛋和水的巧妙融合 成就了面脱蟹的美味密码 面糊调匀 此时锅中的蟹汤刚好沸腾 一把毛豆迅速撒入 瞬间点亮面脱蟹的别样鲜香 将面糊缓缓落入 蟹汤瞬间厚重 此时汤汁中满含豆的清香 蟹的鲜美 也成就了当地人最爱的面脱蟹 跑步鱼肉质弹嫩味道鲜美 六月黄高满黄肥抢先上市 科技让农业生产变了模样 不再是靠天吃饭 新农人不断放飞梦想 农业也能炒起来 科技富农从富宇的富 变成了富裕的富 从产地到餐桌 这一口鲜美味道 成就了福天里别样的味觉感受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见不见不是 述礼锁 也可以看不见不见 places reasonably不见 Az远 出面再翁 差后 我 flashing